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加拿大風情》 今天三位自己有主持,首先我是Pius Jacky,動高手指,然後Hermann,Hermann就倒閉頭 今天我們先講講時事 第一條頭條新聞,最近都很熱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加拿大好像沒有這樣 有銀行劫案,銀行劫案 是呀,還死人,很厲害 它發生在溫哥華島,其中一個小的城市 有一個滿地安行,就是Bairmontreau 在前兩天,星期二就被搶劫 搶劫之中為什麼這麼突出呢? 就是銀行搶劫可能是在溫哥華都經常發生的 只不過通常人們進去,就給一張紙幣 然後說你把桌面上的錢都給我,就把紙袋拿走 通常這些銀行勸告職員是絕對不要反抗的 總之別人來搶錢,你要多少就給他 走了之後才報警,這個是慣例 但今天不一樣,原來有目擊證人 還有發生一個很嚴重的槍戰 結果是怎樣呢? 有六位警員受傷,要去醫院治療的 然後三個結匪之中,有兩個是當場被擊斃的 一個就走了 或者我說整個事怕經過 因為是有目擊證人,有電視台的訪問 有現場的人證,是整個事情他們經過去說出來的 簡單來說就是,在星期二早上大概小一點 就在BG省裡面有一個小陣子 我們是溫哥華島來的 溫哥華島的尺寸大概等於台灣這麼大的 雙差一個平方公里而已 但是人口當然少了很多 我們的首都,在省都就是維多利亞市 在溫哥華島上 旁邊附近有一個小的城市 叫Sarnich Bankabondchurch,即我們滿地行銀行 就受到劫匪的干僱 他有一個目擊證人 就是五十九歲退休的西人女士 剛剛去到銀行 跟分行經理在房間裡 在討論貸款的時候 就是貸款的情況 他就突然間在那裡 在討論兩分鐘之後 跟經理聊天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外面 一聲響 就好像一個爆炸聲 其實原來就是 劫匪拿著自動步槍 就向天開了一槍 就是可能嚇一嚇職員 等人全部都聽話 這個情況一響之後 他都不知道什麼事 他就惡了一言 然後銀行裡面 大概有二十二個人 是連銀行的職員 在那裡 他的情況就是 一看到這個巨響之後 他在經理的辦公室外面 看出去 就看到所有人都蹲在地下 即所有的職員 當然結匪也不用蹲 那兩三個結匪也站在那裡 全部都是全副武裝的 就穿了黑色黑褲 穿了鼻彈衣 然後就找些東西蒙著臉 套著頭 然後每一個人都拿了一支 叫攻擊步槍 那這些步槍應該是長槍來的 但是他就覺得那些槍 可能是鋸短了 不是一個正式打電話 或者那些 你看到那些美軍握著槍那麼長 是鋸短了 然後他就聽到結匪 很冷靜地走進去 就叫他的銀行經理出來 和銀行經理說 我要入保健庫 銀行經理當然要照辦 拿了鑰匙給結匪 結匪之後拿了鑰匙去 就去保健庫做事 當時這個目擊證人 當然沒有跟著他 所以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情況 就被結匪叫他出去 他就看到一群人都站在外面 這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那些結匪 當然是去保健庫拿錢 或者去銀行拿錢 櫃台拿錢 拿完了之後 大家都站在一邊 接著他聽不到什麼聲音 然後突然就聽到白白的聲音 我相信這個過程 就沒有人敢看著結匪 看著他走 我相信結匪離開的時候 在外面 就原來已經遭遇到警方的遺報 在外面就已經有槍戰 槍戰 他們就說白白了 假裝了之後 他們在裡面怕著 不敢出去 在裡面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那些警察才進來 通知他們 現在他們安全 警察就可能登記了人名 之類的 就放他們走 後來的消息 就是說有六個警員 中了槍 受傷 有兩個要接受到 行動手術 另一個人輕傷 敷藥 就要留意第二天 然後才可以離開 有三個 就當時接受了照料之後 就當場在醫院 就馬上出來了 即是六個 之中有三個 是需要留意 比較嚴重的事情 有三個就輕傷 那樣 目擊職員就說 覺得很奇怪 他說 接匪好像搶了錢之後 還在逗留了一點時間 才出去 不知道為什麼 通常人們拿錢看電影 拿錢之後馬上衝出去 跳上淘寶的汽車 他們好像是很輕鬆 一雙腳 不知道做什麼 他說 說真的 我來加拿大這麼多年 從未聽過 有這麼嚴重的槍戰 導致有人傷亡 這次真的很奇怪 平時我認識銀行經理都說過 我們銀行都被人結過兩三次 都是一個獨合合走來 就是給了他施條 就說我現在打劫 你把桌上的水 給你現金 你櫃桌上的現金 都給我 通常是給他一個紙袋 然後把現金拿走 都拿著走 通常是這個情況 從未聽過有好像 電影 這個報道 這個不知道 好像當年 都拿著一個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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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一個紙袋 所以這個 第一就是 雖然這個紙袋 是離開 尤其說比較遠一點 在一個離島 我們要坐 一個大道輪過去 之類 但是也是叫做 隨時可以發生在我們周邊人行 這種紙袋 就是經常會發生 只不過是從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槍戰 用這樣的器械 就是跟美國不同 美國我相信會經常發生 但是加拿大 很少用真槍 實彈這樣來搶英文行 真的可以開到這麼多槍 他們相信 好像說 他們估計 雙方薄火 是打了超過五六十槍 即是五十槍以上 真的好像當年 但是 看來劫匪 通常就很客氣 很斯文 很冷靜地跟那些人溝通 Herman 有什麼評論 你來回溫哥華沒有多久 以前走之前覺得溫哥華很安全 為何會有這麼嚴重的槍戰 我想其實 那個感覺已經不同了 因為其實我比較多會看 一些回流人士的群組 或者是剛到步 其實大家都在討論 其實就算有些 老華僑 或者來了一段時間的人 都在不斷灌輸 一個訊息給未來 或是剛到步的人 就是其實 加拿大都 溫哥華都很危險 加拿大都很危險 所以看完這個新聞 如果真的要對比當年 其實當然當年 所謂的槍都不用鎖 門都不用鎖 大家很友善的階段 已經是遠去 但是現在去到 就像剛才說的 這麼清楚的電影橋段 我覺得也是受於 一些可能當事人 對於槍械的意識 真是很多的圈染 令大家覺得 沒什麼都不震撼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可能已經麻木了 麻木了這種新聞 只不過 不是輕而淡寫這件事 只不過 原來跟我們這麼近 雖然說 這個島和我們 主要城市 又不是太近 但是也是近 也是在省內 是要警覺的 但是其實又不會 跳去想 不如我們也 立一些槍械法律 然後自己保護自己 還不是這樣的 暫時這個 這個時刻 作為一個市民 還相信 王家騎警 警方應該有辦法去應對 不過自己就 就是遠離這些危險的地方 唯一是這樣保護自己 我覺得奇怪 好像很大陣仗 三個人 用了鼻彈衣 槍械 才走到小銀行的分行 去撿錢 這些應該去搶解款車 那些 多錢很多 去搶銀行那些 你拿多少錢 就有限 還有銀行說真的 你就去說 我現在要兩萬元現金 那些銀行都送不到給你 可能抄完整個銀行 那些老朋友的家 比銀行更多 是 尤其是國內來的 會有去賭場 那些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那些都收到三萬元 有些人 有些看見這宗新聞的留言 就會偏向說 這個當然是笨賊 現在要打劫 就是黑入銀行 就是教高科技IT 怎會真的走去 抄襲實彈架 就是 大家在不開心的新聞上 都找個笑點 就會這樣看 其實真的很好笑 因為另外有一宗新聞 或者我現在都可以說 就是 說一些詐騙的行為 原來在這些中文的網站 溫哥華本身有很多中文的網站 讓新移民 尤其是國內的人 有個寄託、交友 或者找信息 原來有很多人在那裡放假的信息 是吸引一些中年單身的婦女 尤其是離婚的沒有丈夫 一個人在那裡 甚至有些小孩 那些騙徒基本上是說國語 然後來欺騙那些人 他有很多方法 有些是說 我要請寶寶 請什麼人 然後給她一些優口的薪水 然後藉一個這樣的渠道 結識那些人和人聊天 了解你的背景 因為如果你想找工作 別人會給你一份工作 別人問你很多事情都很正常 好像是離靜氣狀 你大概是在那裡 什麼樣子 那些人要去面試 去看看你 還有可以問你 究竟在哪裡做過事 你現在是擔心什麼 你來這裡 你可不可以來那裡住 諸如此類 就是問你很多細節 從中了解你的背景 然後找到合適的人 就可以進行詐騙 雜騙原來他們叫做殺豬盆 就是在傳媒報道 這個詐騙我不是很熟悉 但我估計也是 照字面解釋都明白 就是當你是肥豬盆 對 他原來這些真的很離譜 他就是瞄準這些中年的單身女士 做目標 然後用很多不同的心理方法 來操縱這些人 就是操縱這些人 其中有些人用一些廣告 就是怎樣 他可以說 我可以做貸款 我可以賣車 或者是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請人 或者是他有些 傢俬要賣 等等 從中在這些中文網站 就認識不同的人 從中了解你的情況之後 就有不同的責任手段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叫A小姐 就接受中文傳媒的訪問 就說了 他就是 找工作的時候 就被人哄哄哄哄了 就是好像結識了 但是那些人就會用不同的理由 譬如說 我剛剛公司 調了我去Kalgary 第二季城市一個月 本來想請你 但是現在要然後一個月 但是這個一個月中 就不斷地跟你用信息來往 就從中取得你的信任 你想著這個僱主 他又有西區住一個大屋 他又有正當職業開公司 有很多賺錢的渠道 等他放下戒心之後 他就慢慢跟你解釋 你可以給銀行戶口 我先會一筆 上期給你證明我會請你 你給銀行戶口 你給他之後 他就會說不同的理由 現在不方便 但是 在同時 我可以介紹你 譬如 我做一些 蜘蛛幣的投資 賺很多錢 其實你還到你有空 不如我介紹一下給你聽 除了你賺我來打工之外 其實都可以做少許投資 我又幫幫你 教識你 他會催去到自己 是很成功的人士 除了做正職之外 他有投資的門路 所以在幾年內才賺到這麼多錢 套利去信他 很多時候他就介紹了你去一個虛擁網站 而這個網站 其實是一個真正有這間公司的網上平台 只是一個字 對 只是一個字 然後給你拿到之後 你便信他上網 他就跟你開一個戶 他甚至說 不如我 反正都是這樣 不如我的工資 前期的工資 跟你打進去那裡 做你的工資 你喜歡提出來 你喜歡在裡面 做少許投資就可以 趁著你還沒開工之前 你都可以把那些工資放進去 看看會升 那他真的那個網站 是令到他有升值潛力 在賺錢 變成一些人又不宜有渣 甚至做了一下 就會將自己的錢 都轉投進去 會有些情況之下 做了一下 你就會很有信心 甚至你開錢的時候 說我要拿回一千幾百出來 他真的給你拿 你看到一路上漲 回報幾好 慢慢信 到處借錢去投入 各方面 有一位女士 被人騙了五萬多元 最後中間有幾千元 他拿回 那裡反而言 就是他想提回錢的時候 那我騙徒就是 就是霍長少 釣大魚 就是給他容許 提回錢出來的 有幾千元提回 但是他計算之後 還不見了四萬八千元 都挺慘的 因為那些人打算找一份工 結果就做一下 結果被人騙了這個錢 那他報警 警察都說很難做到什麼 第一就是你自己 把你的錢匯出去 而且他不是銀行 匯入一個第二個銀行戶口 他只是用一些匯款公司 轉去 不知道什麼賬戶 可能是離岸賬戶 在某處 這些通常都追不到 還有那些人 就是摸了你的心理 那你的錢匯進去之後 原來那個人就說 看你做得這麼成功 我也鼓勵一下你 那我又跟你一起合奮做 譬如你有四萬元在這裡 那我又放四萬元進去 那當然這個背後的賬戶是假的 那他放多少錢都可以 其實是他自己做下去 那變成受騙的人 就信了 你也願意和我一起 又看到每天他上網的時候 看到賬戶的錢在那裡增長 然後到有一天你想提多錢的時候 那他原來那個賬戶公司就提不出來 原來他有發的訊息就是說 原來那個僱主 是因為把錢放進去 而牽涉到一個嫌疑洗錢的個案那裡 所以整個賬戶被人凍結了 除非你可以出相同的錢 來做一個擔保資金放在旁邊 我們先讓你開放你的賬戶 那就是其實是再騙你再入多些錢 嗯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最有趣的情況就是 由始至終那個女人是沒有見過那男人 沒有見過那男人 由始至終只有照片 但是已經用老婆老公去稱呼對方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的 我覺得這個是 你比起我去追求那女人 也不可能 未見到那個樣子 未見到真人 就這樣上網說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是 我想他們那些已經很成熟的 就是那個騙案 有不同的團隊分析了 你的對象是什麼人 就會用不同的欺騙手法 Jacky你經常對年輕貌美的小朋友 那個方法和失婚的中年婦女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要失敗個案 想入行都入不到 沒錯 我完全是在門外看 千萬不要認得 其實我也不明白 現在這個資訊這麼發達 你可以問很多人 跟人聊天 你都知道這些是詐騙案 哪有這麼大的 時間後又真的認識有人 是種這些東西 很有趣的 上報紙有了 上次我記得N個月前 Michael說的 人生教練事件 也是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也是很類似這些東西 一直都有 我也真的看到 是有些靜默的心俱樂部 老公在亞洲穩錢 的心俱樂部 我沒聽過 就是那些太太團 在這邊生活 照顧小孩 或者可能老公在亞洲穩錢 有些可能已經分開了 但是有錢養費 每個月有錢收 他們是需要有人 去跟他們聊天 等等 或者他有些少 家裡出了什麼事 很徬徨 例如突然爆了水管 又不知道 或者無緣無門 又不知道怎樣 或者無緣無故接到 駕車的時候 有張罰單 去哪裡交 都很徬徨 怎樣做 或者避免多些聽聽 好像B Channel那些 東方西望那些 你不是普通話台 如果你是普通話台 可能就是 所以是不好 我開始說普通話 幫一下他們 哈哈哈哈 是啊 其實 我覺得現在大家對於 私隱 或者個人資料 都是比較鬆懈 因為其實 就算本身的軟件 他也是用 譬如好像微信 譬如你忘記了電話號碼 他也是叫你 因為我最近也試過 不知怎麽解鎖 然後他就說 你要去找回你 記得的三個朋友 叫他們幫你 進入號碼 去對付你的存在 這件事本身是真的 真的 但是對大家都會覺得 咦 因為這也是很多 騙徒騙的方法 譬如突然發出一個訊息 可能有人把Jacky的帳號碼 或者我的帳號碼 發出一個訊息給他 你幫我進入號碼 對 經常有 但是就是因為 本身軟件 都是用這種方法 正確來說 都是用這種方法 所以給了一個空間 就是騙徒都用了這個方法 還有很多時候 例如在Facebook 可能無端有些人跟你聊天 聊天就是利好打招呼 但是很快 其實很容易識穿他們 說不夠兩句 其實我很少用Facebook 你不如給我一個WhatsApp 給我一個WeChat 給我一個Line 其實他就想你轉去另一些平台 因為某些平台 他們可能背後已經是 勾了線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有這些情況 還有我想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有些群組 就是最近有一個群組 突然間有一個人說 我們的群組已經被人偷了 快點走 然後他就加了一條連結 叫別人搬去新的網頁 我想 就是新的群組 我想如果那個Hacker都在裡面 那他就跟著你走 其實他就跟著你走 他就跟著你走 其實意義在哪裡 很棒 新的群組可以Hack 其實這些保護 好像大家 所有東西都在自己的掌中 密碼 但其實真的很脆弱 經常要轉密碼 基本上經常要轉密碼 或者密碼最好不要相同 然後內不內要去更新一些軟件 其實這些都是 都是道高一尺摩高一丈 我覺得 還有要保持防人之心不可目 這個很老套都要說 通常我就 例如Facebook的人要加我 我通常看 如果他是好養的女生 通常我就不加 因為通常都是假的 通常是假的 沒錯 Facebook真的一個星期兩三個 是有普通朋友的 沒錯 然後就說自己在溫庫巴 但是就鋪一些毛蕾拉間的東西 在那裡說 有發訊息來說 我認識你的 很多現在會撞 拆佬試沙波 他試你就無所謂 撞中不是撞中不撞 他就不出聲 或者走了 還有很多是 就算他不是Facebook的朋友 不知為何會發一個 通常訊息給我 就是 就是 Hi, How are you? How is your day?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 沒錯 那些人又不回答他 是啊 所以大家都小心警覺 盡量不要 好像幫人 傳出一些 你未Fact-check的資料 這也是一個 保護自己保護坦的方法 這次談到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談 好